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其實我要拍片 不過我想拍片前前後後的生活小片段 如果你有興趣這類型的影片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無緣無故很想吃醒晨早餐 但又不想光顧 我就決定自己煮 其實一點也不難 全部都是芝麻一堆 還要好吃一點 先拿一個屁股 你也拍了我的屁股 我在錄的 如果這是你的要求的話 What?! 我相信觀眾也會聽到 為什麼會錄你呢 他是偷髮片來的 沒有啊 我拍不到你的樣子 你一直都用張皮遮住了 就是Chopper一直看著 Chopper不是給我一個題字 是啊 哈哈哈哈 講個秘密給大家知道 Chopper的肉球 是很軟軟的 他是一隻不用力走路的小狗 每天都出街也好 這個肉球也是軟軟的 不知道Chopper可不可以表現到 他最signature的V面呢 Chopper 你真的去哪裡啊 美容院停業了一個月 我的膠質已經很難接受的地步了 所以我要借用Chopper的磨甲器 去射掉那些甲去 哇 幸好有這部機 早上弄完一大堆東西之後 我終於可以開始準備拍片了 都是一些很陸天的Skin Care Step 然後帶回Cott 這一對是OLANDS的BB Ring來的 等Skin Care吸收的時候 我就回覆了一會觀眾的留言 然後就開始化妝了 都是一些很平常的化妝步 我就不特地拍什麼Gast Ready With Me 化好妝之後 我就會換衣服 然後收拾東西開始拍片了 那條影片就是明天的影片 大家記得要看 起來了好嗎 起來了 回家了 哎呀 弄了我的肚子 起來了 哎呀 找Daddy是不是回家 Daddy呢 對了 對了 帶你回家好嗎 好嗎 我們睡完一陣子睡覺之後 現在四點多 外面有太陽 其實還是很晚 但是呢 都真的要帶衝髮下去逛一逛 那哇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我現在很肥啊 有沒有分開拍到我不肥呢 有啊 減肥 現在放眼望下去 長洲的沙灘 超級多人 要夠呢 要夠在這裡 這麼開心啊 你 又打陷路 你不如重複回昨天說的那件事 說什麼 沒女兒看那件事 不是啊 沒女兒看女兒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真的污染少了 我覺得這裡的水很清 現在沒有什麼垃圾 很開心 我不知道關季節事還是真的少了污染呢 你看這隻小狗 在我看風景很開心 牠的手軟軟軟的 牠是還沒想到我們走的 這一條呢 就是我們最近發掘了一條很適合出爬走的路 你搞不定啊 你這麼快就攤了 你走了五分鐘而已 好熱啊 你剛剛就喝了水水啊不是嗎 是不是啊 好啦 我們走吧 加油啦 我們要走啦好不好 不坐啦 拜拜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一段路呢 對Chopper和對我們呢 都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平路啦 又不算很辛苦啦 然後又遠離了很多人的地方啦 然後之後那個路程大約是一個小時之內 所以又剛剛很足夠Chopper的運動量啦 所以很好 但是呢 它不是一些有景點 有什麼很漂亮的景觀 除了一會兒有個地方去看海真的很漂亮的 但是其他又沒有什麼特別啦 都是一直走來走去這些樹蔭 然後一會兒可能會上一些民居的地方 所以我又不會說特別太過 推介這條路線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如果大家進來長洲玩 應該沒有興趣去這些地方 我們純粹是 放狗一樓啦 我最喜歡就是中途呢 會看著這個海 很棒啊 然後那邊有時候有些人在釣魚 或者這裡也會有些人在釣魚 不過今天沒有 Chopper也喜歡看海的 加油加油 小孩 躺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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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泡泡啦 不走樓梯啦 喂 站在這裡啦 Chopper泡啦 喂 站在這裡泡泡 對了 我經常都很佩服 長洲那些人有些可以住到這麼高的地方 我呢 應該是 他們不會胖的 因為 就算踩單車上來 我也覺得很辛苦 對了 我每次上來都是一身大汗的 我覺得他們 很厲害 對了 其實就已經走了一大半的了 是不是好像很快那樣 不過 就已經足夠他的運動量 好啦 那我不拍那麼多人的家了 那我們沿途一路下去呢 就差不多出回市區的了 跟著就去買外賣啦 然後吃晚飯就差不多了 因為呢 分分市區呢 都會比較多單車 所以我們就會綁回速排 大家如果進來長洲 放狗的話呢 在人多的地方 還有在大路呢 就是最好綁回 因為這裡的單車都挺快的 我們今天買的外賣好 這間 等外賣二人組 看上去好像很帥 有些炸豬扒 然後那個就是泡菜豚肉 我們剛才買了一個 白咖哩麵 馬來西蘭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我還沒吃過 有一個人吃過 告訴我它很好吃 我先把玄米茶先吃 很熱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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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很痛 不要弄壞它 這個盤子有用 小心一點 所以我去都很小心 我們今天這個vlog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些無聊生活平常vlog的話 記得按LIKE 或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再上載新影片 就是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午十二點再見 BYE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